我刚刚讲过的就是第一个 我希望每一个人也许都有一个自己的e-sale 但是问题怎么样呢 每一个每一个 他们的这个e-sale里面都有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那希望整合在一个工作 一个资料表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那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用SS来整合 那你也可以用e-sale来整合 不过也用e-sale来整合 这个后面我们还有在讲到 那用SS怎么整合呢 资料库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用什么 用那个office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那个SS资料库来做 那这个部分的话 这个这个 第一个所以 但SS你也不需要说要很精 但至少你要懂的就是说怎么样把 我们的e-sale的东西汇进来 所以第一个这个好像在问题里面有讲过 刚好让我想到就最近刚好 我有一个一套office 因为我买一台那个Mac 苹果的电脑 那个很轻薄的 因为那时候看到 其实看到那个 那叫Air 真的漂亮 那时候买的动机 并不是因为 它功能很强大 它真的做得非常漂亮 已经趋近于精品了 可是后来买回来 真的用没几次 就是带出去可能感觉 好看 但是说真的 好不好用呢 我是觉得 好 这不是重点 然后因为 后来因为它里面装的是苹果的系统 我觉得苹果系统 大家都说好用 可是我觉得 不习惯 后来把它改成win7 然后它有送一套office 可是office是Mac 就苹果的版本 那我一直放在架上 放好久 放两年的 我想说送了 然后好像没用到 装了我也用不到 后来突发起想露天 我想说试试看好了 就用我的那个单眼相机 把那个拍美美的 拍了三张 然后把它传上去 然后就搜寻一下 所有的价钱里面最低的 我就取最低的再低一点点 然后也含运 两天就成交了 两天就成 两天就卖了3000多块吧 对 然后他那个人说什么 要什么面交 我说我可能捷运站 OK 他说时间不OK 后来他就说要不要什么 用什么店内取货付款 我就回他说太麻烦了 那算了 我就说那取消交易没关系 其实我不是缺这个钱 我只是 我刚好有时候会去邮取 我顺便寄给你这样子 我也不要麻烦 你也不要麻烦 因为他说他有被骗过 我后来跟他讲说 不然你Google一下 吴老师 你确定一下 那应该可以找到我 我应该不至于会为了这3000多块骗你吧 OK 他后来想对 后来就很放心 然后把钱汇给我 那我就隔天就把东西寄给他 本来放在架上没有用的东西 突然有3000多块入账 OK 这感觉也还蛮好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身边用不到的东西 看能不能把它转换成现金 这感觉还蛮好的 3000多块 蛮好的 后来 最近看了那个 因为我要想要换手机 所以最近就3000多块 想说要怎么利用 看到一只 后来我就想说 因为一只太大 太大我想说买一只薄的 然后就上网一看 哇 最近有一只好便宜 八核心 两G RAM 然后什么都有 好像也才3000多块 那我就想说 买贵的有时候 因为我不太喜欢怎么包膜 包皮套 反正当好财 后来买来用一下 发现哇 3000多块的也还蛮好用的 顺到不行 比我那个以前买一两万的还要更顺 不过是大陆品牌 小米差不多了 现在叫什么 羽绒库 羽绒库派 我发现 嗯 质感也好OK 而且很薄 而且放口袋也还OK 然后反正不用皮套 反正把它当消耗品 一年内有保固 那之后坏了就换一只就好了 掉了也不会心痛 像可以试测看看 掉下去 反正就当成什么 本来架上用不到的东西 突然变出一只手机 感觉也蛮好的 所以 这个大家就刚好想到那个Office 我就想到那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电脑里面很多公司就不授权SS 这也是个麻烦 所以可能这个方法是一种 但如果你将来如果有没有SS 那可能要用别的方式 那如果有SS的状况 第一个先启动那个SS部分 那如果说我要把那个 Essail汇入到SS的话 第一个当然我前面讲过 这边有空白资料库 开启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放在桌面上 名称的话呢 一样我叫做问题 干脆叫问题0 问题4好了 或者叫问题04都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你如果有个0的话 你要补 就这个名称 记得不要打错 那我在桌面上建立一个空白的什么 空白的一个 这边按建立 它的副档名ACCDB 我可以按建立 再来利用什么 外部资料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可以直接从Essail里面呢 把我们的刚刚放桌面上面的 这个Essail档 直接可以怎么开起来 按确定 那请各位等一下把什么 把1234 第一器全部怎么样 通通汇入 因为它一次只能汇入一个 它没有P次四个一起的 所以你变成人家要做四次 第一个下一步 这个第一栏 第一列是栏名4 按下一步 这边用预设的好了 基本上它 双精准度 这边双精准数是 里面有小数点 如果说你要精缺一点 那你用长整数会比较OK 如果里面没有小数点 你用长整数 如果你里面有小数点的话 你里面再利用双精准数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单跟双 有单有双 那我到底用单好 还是用双好 当然这个不是说你单身用单 你双用 你结婚的用双 不是这意思 这地方意思说 单精准数 它有 它的空间 它用32位元 双精准数是64位元 那简单讲起来 好了 如果你担心这个数字 可能会超过 你一个数字 你放不下的话 那你用最大就可以了 那两指之间差 就是空间会浪费一点点 那一点点 对现在硬碟这么大 来说没有影响 那整数的话 也是一样 整数最多是可以放到大概 一百多万 就是超过一百 这个整数一百多万以上 就放不下了 所以如果你担心 你将来会有超过一百多万的需求的话 你就用长整数 长整数可以到好像到十几亿吧 十几亿的样子 反正一到已经不行 就是很大一个数字 所以这两者差别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小数点 你就用双精准数 如果你是整数 就是没有小数点 就用长整数 如果你里面是放 像这种是文字 如果这个文字 它会超过一百二十八个字 一百二十八个字的话 请你用什么 用备忘 OK 大概的观念是这样 其他我想这些 像日期 这个如果你里面放 那你就放日 按下一步 我们用预设就好了 然后要不要加组 所以不要组 所以按下一步 然后一月完成 那请各位 就是一月完成之后 二月三月第一季 全部先把它汇进来好了 我们大概就是 先把资料先汇进来 建立我们要的资料表 那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说几个需求 第一个 我们把那个 就是 Excel里面 假设我们练习 我们可能会需要用到 就是说 如何把第一 第二第三 这三季的三个月的资料 不是放在这里 而是输出到 我们 这个 如果要查所有的 墨水的销售量的话 它只要怎么样 输入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墨水 好了 那就可以怎么样 去把所有的资料 有关墨水的 通通怎么样 从资料库 这刚刚的动作是 连到那个 Excel资料库 再把所有墨水的项目 通通抓过来 你就可以利用这边的资料 去做后续的处理了 这个地方是用查询的 ADO去查的 OK 那怎么做 第一步请各位 先建立这个资料 资料库 那最好是放桌面上 比较看得到 你就把Excel 跟Access放在一起 两个双胞胎